兵役一期延長為一年 為了避免反彈 讓一男在大學四年 能同時完成服役和學業 教育部設計了 彈性修業規劃出爐 在大學四年裡 集中三年修完學分 或者利用寒暑假修完 空出最後一年當兵 就不用等到畢業後再不役 但善於利用寒暑假的大學生們 聽了超崩潰 工作 實習跟打工 寒暑假可能會要去考 汽車代就是找打工 讀一點英文 當然會有影響 一定的影響 打工為主 永和的房租有點貴 三年讀大學 一年服兵役各界 也有疑慮 假如溶縮三個學年的話 功課壓力太大 我們還有所謂的跨領域 這可能會被衝擊到了 雙學位或雙主修 簡直是天方夜談 你當每個人 大學都可以唸得那麼順利嗎 像醫學院他要唸七年 難道也要七減一 六加一嗎 這不是很瞎嗎 你為了延長一年 弄出了這些 似不像的整個 台灣的高等教育的學術 我覺得蠻悲哀的 你是非要把年輕人累死 你才甘心就是 兵役延長 還有分年分期入營方式 一南在寒假先受訓一個月 暑假再入營兩個月 等於一年受訓三個月 四年大學畢業 正好服完十二個月軍事訓練 但退役軍人認為 國軍戰力會大打折扣 如果是中斷了 回來之後他又生疏了 要重新熟悉 那這樣的話他的訓練 會不會四倍功半 效率會很差 不是在受訓階段的時候 這些教官這些訓場 是不是又閒置在那邊 問題是 不管哪種方案 都會侵蝕大學生 珍貴的寒暑假時光 衝擊生計 蔡政府兵役延長 效果還沒看到 民怨先報導 機場黃雲聚 陳怡蓉 SNG小組 台北報導